你好 欢迎收看4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 为了厘清解决东华大学 美伦校区与周围民众兼房屋土地纠纷 议员李秋旺再度召集专案会议 双方均释出善意下达成三项论点 陈勤民众表示 土地已使用超过40年 判学校能依法征收或维持现况使用 为了厘清解决东华大学美伦校区 与周边民众的房屋土地纠纷 现眼李秋旺再度召开中二会议 行政院东福中心副执行长郭英也前来关心 并且要求东华大学国产署不必重视民众的权益 而呈现案件相当的复杂 主要是早年花莲寺院设校计划当初 并没有办理土地征收的作业 导致衍生民众早年占用公有土地在学校范围之内 却越在学校墙外的情况 如今东华大学并校花莲寺院 经过点交才发现校园范围早年有占用户 双方针进行透过司法诉讼 相信也很难厘清 在110年的2月18号 有送相关资料 请民众提供申请书表 腾空返帆确决书 以及占用的证明文件 并且希望在3月12号以前 将资料就用记的或是送到学校也可以 那在说明2里面 他还有说明因为到30号的时候 还没有收到我们民众的相关资料 只有一位民众有电话讯问 但是没有任何的资料给学校 那第三点 所以为了协助民众熟悉 后续的占用土地的移教方式 所以才希望 我们再一次召开这个专案 那我们也邀请财政部 国有三署 花莲办事处 以及我们的今天 我们的民众 那当然我们相关单位 包括东坂都有到场 那我们今天 最主要的是 可不可以现况移交给 财政部国有财产属后 有民众尽向该属承租 经过一个上午的会谈讨论之后 达成三点论点 陈其民众表示 土地已经使用超过40年了 其他学校能够依法征收 或是维持现况来使用 接着请问好 那是吧